- 新鮮牛奶哥 好的 在我身邊是瓦戶的台灣機銷商 - 新鮮牛奶哥 - 大家好 我是安牛奶 這個是我們腳踏車最近大家很關注的一個很特別的卡踏 就是棒棒堂 對棒棒堂系統終於有功率踏板 對這個是全新聽說是全台灣為二對不對 對對對因應台北展廠商就緊急送來兩組給大家體驗一下 所以這個功率踏板的棒棒堂這個卡踏在國外其實上市了 在台灣只是目前國外應該陸續有一些貨 因為他在2月22號發布 那我想要請你來一個幫我們介紹一下 挖虎最令人喜歡跟討論的這個棒棒堂踏板 棒棒堂踏板它其實是台灣公路車卡踏系統 大概可能有SHIMANO LOOK PIE 然後再來就是棒棒堂 那棒棒堂其實在所有使用者裡面 它其實被譽為說最厲害的可能就是它真的不容易壞 然後再來就是特別是一般卡踏的你要選擇只有一面可以卡路 那棒棒堂就是兩面都有辦法卡路 可能是它在台灣還是有一群喜好者去支持這個系統的原因 而且挖虎不只是卡踏 它其實是Total Solution 它還有錶 手錶 彎錶 跟車錶 全套的Total Solution 在整合進它現在最新的功率踏板 那基本上就是全套訓練 有辦法讓你透過它的產品去做一個公路車自行車的訓練 去監測你的訓練的數字功率心跳 大概是提供這些方面給你的 而且挖虎最重要的其中一個產品 重要產品就是它的室內的功率踏板 這個算是訓練台 訓練台 室內的訓練台其實有好幾種還是有一種 應該說它已經成了一個生態系 它甚至已經切割成有三種不同的風格 因為根據不同使用者的偏好 或是可能甚至是家庭要訓練的人數都有差 例如說 可能你這一台 它撞那個功率訓練台跟爬坡器 但如果你家裡有另外一個人 想要訓練的時候 我必須拆裝 這個拆掉那個拆掉 換另外一台再裝 那會比較麻煩一點 但是如果你只有一個人使用 這一套是很全面的 這個還有爬坡器 所以它是可以 它是可以設定你越來越高 升降的 那它能不能導入一個特殊的路線 然後讓它跟著路線上升 只要路線是有紀錄它的高度的話是可以 我們算是公路車小白 訓練台小白 卡塔小白 但是只要稍微有自行車 大概有在關注的朋友 一定對挖虎這個棒棒糖一定有聽過 那他們家的訓練台跟他們全套的錶 都非常是勸敗 好不好 就是勸敗 對 感謝挖虎的女孩哥 歡迎秋哥 謝謝